大家好,我是小九 小勇做了一件事情,我非常生氣了 現在我要去找他算帳 真的是氣死我了 大哥 那個是第幾個路口,往左拐還是往右拐 你要說外面那個大路,他那個大路直走 直走 一開始拐過來那條大路啊 直走 對,應該還有差不多兩公里那個路口那裡 走到大路上坡那裡 那要走多遠就往這邊拐 大概 應該有五六公里的 哦,行 旁邊有兩棵大樹的,有一個路口 就像這樣子的 三棵路口 那你往這裡下去,這邊回拐回來 回拐回來,有一棵大樹的是吧 有兩棵大樹那裡的 那我應該左右,往右拐是嗎 哦,到那裡我們右拐 哦,好,謝謝 五六公里那要走 哦,謝謝,我倒過去 是的 大哥的那個,貨車壞在路上了 我要到處去,中心找路 這裡去不了 豬是不順 嗯 來了 來了 什麼事啊,小妹 去我家,去我家去做 什麼事不做了,去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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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鳳他自己不在家,去哪家 不是,我就問你啊 我看到很多人跟我說 你說在我家住了 你什麼時候在我家住了 我沒說在你家住啊 我看到人家都說你說 你那天晚上在我家住了 到底是什麼時候在我家住了 我怎麼不知道 你聽誰說的 我聽別人說的 不是,我沒有在你家住 那到底你在誰那裡住了 我說那是忽悠小鳳的 那你忽悠你不能說在我家住啊 那我怎麼知道,說都說了 我也沒去過你家住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我還以為什麼事呢 又不去我家啊 在這裡等你 你家,我現在 我看到你就來氣了 我還去你家 那你到底是去誰那裡住了 那天晚上 我在我表哥那裡 我正好那裡喝多了喝多 然後 他讓我喝了兩口吧 喝了兩口我就去 我就在那裡住了一個晚上 在我們陣上 要回來的時候小鳳問我 為什麼一晚上沒回來 去哪裡鬼混了 我就打了 我跟我首先去表哥那裡 先這樣喝 那你那天 是送完那個冬瓜子去你表哥那裡了 對啊 我 我回家是頭還有點暈的 肯定我說錯了 說都說那我有什麼辦法 那我就很好奇了 小鳳是你老婆嗎 不是 弟弟們要嗎 他也沒答應做我女朋友 那為什麼你你你你你 你那麼怕他呀 我那麼怕他 我主要是因為 還不是 怕自己求老婆 因為今天三十一歲了嘛 我好不容易 從外面站著一個女朋友 她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我也害怕他回東莞上班 那怎麼我說什麼 你就不是什麼了 你跟他不疼嗎 我看到你這男性 你還不能亂說了 你這樣亂說對我不好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看我比較少 昨天都罵我了 還以為真的呢 下次我會注意 不去 去我家 坐一會 你家幹啥 喝一杯茶再走吧 小鳳今天不在家 不去啊 那過兩天我就告訴你 過兩天再說吧 過兩天再說吧 中文字幕——YK